而同样是体验台湾之美 这群学生选择用铁马环岛的方式来完成 台中领东科技大学今年是首次规划了单车环岛成年礼活动 16位师生1号开始从台中南下 骑铁马一路经过嘉义、屏东及花东海岸 12号这天回到台中 虽然中途碰到台风搅局 使得行程有些延误 不过参与学生都说 能够骑铁马来看台湾 真的是人生中一项特别的经验与回忆 骑铁脚踏车出现在走廊 领东科大铁马环台队员依序进场 神情虽然有点疲惫 不过仍难掩兴奋心情 这群师生组成的环台铁马队 1号从台中出发一路南下 绕行东部北部 在12号这一天再回到台中 在墾丁东部那一段的时候 我体力已经撑不住了 然后就是我们的教官一直在我后面努力 甚至在我后面推我上上坡 然后其实那种感觉真的还蛮感动的 大家原本没有认识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然后慢慢形成一个team 然后发挥合作的精神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 同学在过程里面 他们让他们知道 除了自己之外还有别人 大家怎么相互扶持去完成这样的活动 校方表示今年首次规划单车环岛成年礼活动 成员组成是大一大二的同学 活动全由学生自行规划 募款及训练 而出发时还安排不同学生担任领期 为大家来导览 另外为了节省经费 单车环岛队选择下他庙宇学校 并在晚间进行团体讨论 让大家收获满满 因为有一段是受卡 然后那一段都是山路 然后因为其实之前我们练习的时候 没有骑很多的山路 然后那一天几乎都是山路 而且我们那天也碰到下雨 然后所以就是有一点难骑 可是大家都还是都把它骑完 那小朋友呢 他也许他不是对骑脚踏车 他不那么专业 可是呢我从他们的身上 可以看得出 他对这件事情的坚持 以及想要完成达成 环岛这一圈的这个愿望 回到台中这一天 师生还特别来到乌日 进行探索教育 再次挑战自我 学习团队合作的精神 而这期间虽然碰到台风来搅局 使得行程有些延误 博对这群同学来说 能够透过其铁马看台湾 相信是人生中一项 特别的经验与回忆 接下来秋风台中采访报道